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早晨挺不错的 现在是没看到太阳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WiFi跟电话线又有问题 我们的供应商心跳真的是不行 这样下去 一个月里面两次 两次 可是幸好这一次的他们的服务会比较快 他说中午等下12点半到1点半之间他们会来 帮他帮我们搞定 现在全部人都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玩手机 用自己的手机上网看 没办法 没办法 现在我们要去我朋友的那个游艇俱乐部 在这边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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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我们走进来 这里是他的那个吃东西的地方 听了好多船 大大小小的 因为刚才他们讲不能拍摄 我的那拍摄器材不能拿进来 要不然他们就会不让我们进来 这里 这里 朋友 朋友的船 他的这艘小船 淋进来了 现在要上船了 我们都在船上 这一艘 挺漂亮的 现在我们走出去了 因为刚才是来帮我朋友 顺便看他的新的船 他不是新的啦 是二手的 因为他刚买了 顺便帮忙 因为他需要我们的人头 来这边帮忙 因为他要有那些重量 有一点好晒啊 对面这边的船 是载人家上下班的 去那些油田那些 好了 我们现在走了 现在要去 另外一个地方 看我朋友的另外一艘船 那些大船 我们上去感受一下 下次叫他载我们出去玩 一般来说 轻人家中 伤害 欢迎来 来… 这就是老板 老板 你的船在哪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新加坡是我的 我想要卖 有人要卖吗 有人要卖吗 我把新加坡给卖了 这里就是one degree 在圣陶山里面 我带你们来进去里面看一下他的房间 下来呢左手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这个是双人房 双人房 里面还有一些橱橱柜的东西啊 这些也是橱柜 这里面没有卫生间 只是有个橱柜一个小的 适合两个人睡觉 过来的对面右手边我们进来呢 一样这边也是有橱柜啊这些东西 然后里面有两个单人床在这 还有个电视机啊 全部 还有这些小的那些橱啊放东西的 好的这个上面呢也是有那个天窗 很亮 我们从这个房间出来呢这里有个卫生间 公用的卫生间里面有还挺还挺不错还挺齐全的东西 干湿分离 这里面是冲凉的 对 里面是冲凉的 是干湿分离里面 其实从这个房间那边可以进来 应该 我们就会看到哦 这个房间里面也是可以直通这个厕所 那我们直走的话就是来到这个较大的主人房 这个是一间很大的主人房 主人房一进来呢 右手边这里是厕所 也是一间干湿分离的厕所 这个厕所呢 是一间干湿分离的厕所 很大 给你们看一下 还有橱柜啊那些柜子啊之类的东西全部 好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大床 大床这边也是有一些柜子 放衣服的 可以给你放衣服的 整个地下都铺满了那个地毯 很舒服 你踩的时候也是很舒服 这边也是有个橱 放衣服的 钓衣服的 然后 你看这些窗口 你可以看到外面 这些小窗子 你可以看到外面 当船在行驶的时候 真的还不错 其实 你坐上来的时候 你看 它的顶还挺高的 其实 两个人 一家大小 六个人的话 都可以上船来玩 可以容纳不止六个人 其实 只是说有三个房间 从这个 船呢 出来 往外走 这里不是客厅 这个是总驾驶 这里是总驾驶 这里是总驾驶 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厨房 厨房里面有这个 电的 电子炉 提手的 这边还有冰箱 这边还有烤箱 之类的 还有橱 放了这些东西的 然后前面那边全部都是 座椅 吃饭的地方 这艘船呢 大概五十四尺 长度 价钱呢 大概在有两百万 新币 两百万新币 它只有那一层 跟楼下的那一层 来 我们从这里上 走去前面 哎呀 这层的船 你们看进去 黑白色的 还挺漂亮 这边是它的顶 有它的雷达的那些东西 这一个顶 空可以打开的 到时候它可以直接开 开开起来 所以里面 可以晒得到太阳 也是很很很凉啊 很凉爽啊 从这里下来 后面这边呢也是 外面可以有一个 煮的 煮炉 BBQ也可以啊 烤箱 在这里 然后这边也是有桌子啊 你只可以做 这一个就是它的那个 什么标吧 航船用 那个很重要 好了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 去吃饭 现在要去吃中午饭 肚子很饿了 这边也是 一出来就天气好热 再见了 现在来吃烧啦 这个他们叫了 四个人了 开动啦 开动啦 谢谢 谢谢